金管局对三个国际品牌 分别是苹果、Zara以及鱼家的产品价格进行了分析 接受调查的城市包括 吉文波、半谷、伦敦、巴黎、纽约、香港和东京等等 三个品牌中共调查了647种产品价格 结果显示三个品牌当中 本地多数产品的价格高过国外产品的中位数价格 不过价格差别不超过20% 而本地也有大约20个产品售价是最便宜的 但是顾客们反映不一 我有买这几个产品 然后我发现我们的价格会比国外贵一点 希望可以更便宜一点 不觉得啦 你宁愿出国买 你要花费契约 什么费用高费 报告显示市场的大小以及产品需求 或是营运成本都是制定价格的关键 但受访的乌捷录商联会表示 国外所提供的扣税额以及兑换率 也是导致价格差别的原因之一 另外 由于只有三种品牌接受调查 商联会认为这不能够全面反映 零售市场的售价情况 新加坡当然不可以跟欧洲或者是美国比较 因为那边的回扣税的话是比较高 好像在欧洲的话是20% 新加坡只是7% 因为我们是进口嘛 很多货品都是进口的话 所以我们这个竞争力就没有这样强了 价格提高了 为保持竞争力 商联会建议零售商家提高服务素质 包括主动向顾客提供产品咨询服务 以提高顾客的购物体验 请不吝点赞订阅